運輸署將所有交通資訊 應用程式是整合唯一一個 綜合程式 讓市民可以一站適量 搜索步行、駕駛、公共交通 及實時交通資訊 運輸署亦將事行在路口設置 能夠感應行人及車輛設定交通燈的系統 將由2019年、2020年起 陸續安置新一代配備車輛感應器的路B 停車收益標 提供實時的車位資訊 以減少車輛在道路上徘徊 尋找柏位而可能導致的低收 運輸署正就中環及鄰近的地區 電子道路修備先途計劃 是最能可能性研究 預計可以在2019年做計劃的詳情 是資訊公眾 我們在共識汽車方面 其實我們剛才提及 我們要真認我們在專業的士 在立法會處理的結果 而再去考慮探索引入新的部落 這是我們早前來講已經有這樣的定調 如果好聽地說就是叫做無實 但是另一個角度去看 都是的確是比較保守的 譬如在這個顧問研究裏面 很重視的舉出的例子 包括支援香港在這個共享經濟的發展 和開放數據 這兩方面其實在這個之前的顧問研究裏面 其實著墨是很多的 亦都有具體建議的 是請求政府 譬如在共享經濟方面 是要更改一些現行的法規 現在反而在這一份的藍圖裏面 我們就未見到